各位,大家好,今日,我们会为大家讲述,在日前去世的张英才的生平。张英才,争于1934年9月15日。 在年88岁,香港前粤语片、电视剧演员、粤语配音员,1950年出道,自2006年荣优,他入行早期以演出电影为主,往后兼拍电影及电视剧集,也为不同作品配音。 张英才曾是少士兄弟明星篮球队成员。张英才,匿称阿才,英才叔,才哥,才叔,国籍,中华人民共和国,香港,直观,湖南省衡阳市,香港华人书院毕业,宗教信仰,基督教,配偶,奢义婚,方宁,1964年到1969年。 儿女,长子,张润生,争于1965年5月2日。 次子,争于1966年。张英才出道日期,1950年,出道作品,养子当之父母恩,活跃年代,1950年至2006年。 张英才,在香港出生和长大,早年就读香港华人书院,与电影演员金雷为同学。 1950年,16岁的张英才加入香港电影圈而正式出道。 张英才于1953年,以新人身份考入永茂电影公司,同时被录用的新进演员上有,阮兆辉兄弟,乐宫,上官君惠,以及李香盈等人。 及后,永茂电影公司改组,他于1956年加入邵氏工作。 1960年代开始,成为邵氏电影,粤语片组的当家小生之一。 张英才曾与胡锋,吕琦,借言齐名。 张英才高大英俊,岸口朴实的形象,恨讨好女观众, 左耳被称为广东话版的关山。 1964年,与林凤一出街市皇后,将二人演艺事业推上高峰。 其余代表作包括,工厂少爷,大丈夫日记等。 后来在1966年,张宇友人合早曼福影业公司, 黑涉粤语片。 1960年代,张英才被丽的影声招纳成为旗下艺人。 1970年代,粤语片色微。 其时,香港引入无线广播技术, 及后于1970年,张英才转到无线电视发展, 之后一直在无线电视服务至2006年。 期间兼任配音工作,由于演艺经验丰富, 配音也如演戏搬投入角色,充满感情, 自70年代最高水准的配音源之一。 2006年拍笔高频满座及爸爸闭矮后。 淡出幕前,而张英才除了演戏之外, 亦擅长西洋游画。 其画作曾用作1959年电影, 独立桥之戀拍摄之用。 张英才在1960年代, 与粤语片演员车已婚, 即方宁, 在拍摄《遥远的路》, 与伏摩乾坤劍时认识, 之后二人于1964年结为一对。 二人婚后欲有两名儿子, 但两人在1969年离婚, 张英才亦曾是少事兄弟明星蓝球队成员。 各位,今天讲述张英才的生平, 就讲到这里, 在下一集,我们将会介绍张英才的电影作品, 请大家不要错过。